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由日本八家大企业支持成立,并获政府注资的日本半导体公司Rapidus,正在兴建的首座晶圆厂挑战2奈米制程,背负着复兴日本晶圆制造的重大责任。 Rapidus去年八月才成立,正支出数以亿计资金,要在2027年前让一家先进晶圆厂诞生,成为一项能巩固并强化日本经济的国内资产。 Rapidus最初的目标,是在紧落后于台积电与三星电子两年的制程下,就有能力量产2奈米晶片,而这可谓是半导体产业最大胆的压主。 Rapidus曾表示,在美国晶片巨头IBM的支援下,它需要大约7兆日元,才能在2027年左右开始大规模生产先进的逻辑晶片。 据悉,Rapidus于2022年成立时,由丰田、NTT、索尼集团等8家公司,共出资73亿日元。 2月份,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计划向Rapidus提供额外3000亿日元折合22.7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在北海道建设建厂。 Rapidus在选择了千岁市,此前,该公司已从政府获得了700亿日元的初始资金。 知情人士称,额外的赠款将用于帮助Rapidus建立一条计划于2025年推出的失产线。 日本对面的韩国声势也相当浩大。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计划未来十年保持记忆体和代工行业在半导体领域的超级差距, 以及系统半导体领域的新差距,发表未来核心技术发展蓝图。 报道称,韩国科学与讯息通讯技术部5月公布了, 未来半导体技术路线图并成立了由三星、SK海力士等代表组成的未来半导体技术公司合作咨询机构。 其心颁布的45项核心技术的路线图包括新装置记忆体和下一代设备的开发, 人工智慧、第六代行动通讯6G、电力、汽车半导体设计的原始技术开发, 超高效能原始工艺技术的开发微型化和先进封装等,目标是获得相关技术十年。 在新器件领域,计划重点培养铁电器件、磁性器件和一组器三大未来器件技术开发下一代记忆体。 在设计领域,其设定的目标是首先支援AI、6G、电源等下一代半导体设计技术, 并在2025年后通过韩国政府对汽车半导体的大力支持实现未来出行。 在工艺领域,决定发展原子层沉积、抑制集成、三维3D封装等技术,增强晶圆代工竞争力。 此前,韩国科学和讯息通讯技术部强调,自去年5月以来,产学官共同制定了路线图, 并在韩国首次制定了半导体技术发展蓝图。 韩国不断致力于本土半导体技术发展。 4月,韩国政府宣布了三大技术超级差距研发战略, 将投资160兆韩元用于确保半导体、显示器和下一代电池的技术。 国际上围绕半导体开发的竞争区域激烈, 在此情况下,日本京产省域投入共3310元的国费力争研发新技术。 日经X-Tech之前就报道,Rypnus社长小池淳毅近日说明了, 计划兴建在北海道千岁市的该公司首座工厂。 相关构想和员工招聘情况,该座千岁工厂将兴建两栋以上的厂房, 且除了2奈米之外,也将兴建2奈米之后的1奈米等级晶片厂房。 报道指出,Rypnus将基于IBM的2奈米制程技术研发, 计划在2025年试产逻辑晶片,2027年开始进行量产, 公司计划把高效能运算HPC和超低功耗视为两大抢功重点。 小池淳毅说明指出,会考虑未来半导体需求增加, 预计2027年开始量产的IIM-1,即第一栋厂房将生产2奈米晶片, 而预定兴建在同样厂区内的IIM-2,即第二栋厂房将生产2奈米之后, 适代1奈米等级的产品。 之后,也考虑将厂房数扩增至3至4栋。 公司预期,日本政府会在近期内发出第一栋厂房的兴建许可, 一旦获得许可,将尽速动工兴建。 小池淳毅表示,IIM,全称Innovative Integration for Manufacturing, 是用来替代现行Five的半导体工厂自家的称呼, 目标是生产全新的半导体产品。 小池淳毅透露,目前员工人数约100人, 今年内将倍增至约200人。 2024年度以后,将进一步扩大征裁, 为市产做准备, 员工数有必要增至300至500人。 根据彭博资讯5月的报道, Rapidus会长东哲郎近日表示, 有信心让公司在短时间内, 就追上两大晶圆, 大工行业台积电与三星电子。 73岁的东哲郎正在承担一项, 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日本从零开始, 创建一家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半导体制造商, 并在四年内完成先进工厂建设。 东哲郎说, 秉先他人且独特, 是赚取大量获利的唯一地位。 如果你做别人已经在做的, 你会让自己变得廉价。 东哲郎是东京威力科创的前会长兼前社长, 他主张, LAPDIS拥有所有能够跃居晶圆产业主力的所有元素。 日本政府已准备为该公司拨款3300亿日元折合24亿美元。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也已表示, 准备好在可见的未来每年提供同样规模的预算。 东哲郎说, 他对2奈米与之后的1.4奈米相当有信心, 不过1奈米会是一大挑战。 他们与材料和制造设备制造商密切合作, 这些行业已与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市场领导者合作先进技术。 他们的全球伙伴也承诺将全力支援提供技术和教育。 Rapidus目前已与IBM、比利时微电子研究中心IMEC结盟, 而且也获得包括丰田、索尼和软银等日本巨头的支持。 东哲郎表示, 日本拥有晶片产业相当重要的关键材料, 原件与制造设备的国内供应商。 这些行业中有许多渴望与一家日本晶片制造行业合作, 因为可以放心地合作, 无需顾及丧失技术优势或让商业秘密留下海外的疑虑。 日本确实拥有几家具有特殊地位的半导体供应商, 包括ABF薄膜供应商位之素与爱德万测试公司。 因此, 在国际竞争加剧之际, Rapidus若取得成功, 代表国内半导体生态体系能够维持高度获利, 即将其利润维持在足够高的水平, 从而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保持相关性。 东哲郎还说, 如果他们能成为市场第一, 而且如果他们聚焦为AI这类特殊领域生产晶片, 那么眼前的机会就是巨大的。 Rapidus目前的资金来自政府与企业合作伙伴。 东哲郎表示, 公司预计在2027年开始生产晶片前, 都不打算向民间筹措资金。 他说, 他们考虑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IPO等各种筹资办法, 但他们的目标是财务独立, 且能够稳定生产先进晶片。 因此重要的是, 注资不能够影响这些。 但无论是产业领导地位或发展最先进制成的能力, 近几年来都集中在台积电, 三星与英特尔这三大公司手中, 就连英特尔都还是在苦苦挣扎。 研究行业, 奥姆迪亚一名分析师说, Rapidus试图做的事情极具挑战性, 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因为他携手全球合作伙伴, 必要时又有国家相关部门介入。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